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多的学校老师布置家庭作业是用在线化的方式 也就是通过微信QQ还有手机APP的方式来布置 那这样一来对于家长来介入家庭作业就有了更多的要求 甚至是被绑住了 所以最近北京的一位家长他就对此是很有抱怨 认为这样的家庭作业布置方式是欠妥的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关注这样一个话题 同时您在收看直播的时候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互动平台来参与讨论 您将有机会获得由门窗木桥武器专家金刚狼有限公司提供的奖品一份 我们先通过短片来看一看北京这位家长他是怎么抱怨的 近日家住北京朝阳区的王女士向北京陈报记者抱怨说 四家孩子上小学三年级 几乎每天都有通过手机APP完成的作业 由于APP安装在家长的手机上 有时候家长回家叫晚 孩子也只能等着 王女士还说 今年暑假孩子领回来的暑假作业就只有一张纸 纸上文字是要求家长下载四个手机APP 作业则全部都留在APP上 甚至有的要在手机APP上完成 记者了解到 今年来老师通过网络布置家庭作业的现象越来越多 比如通过微信群QQ群布置作业 或者在手机APP上布置作业 也因此各种名头的作业APP占据了家长的手机 根据国内某在线教育平台统计 广州目前约90万的小学生中 有一半学生正在使用APP软件写作业 好 这个短片告诉我们 不管是北京还是广州这样的地方 小学生用APP来接受家庭作业的布置和写家庭作业 都已经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 除了这些地方 其实在全国其他的一些城市是相当普遍的 今天在我们的现场 有老师有学生的家长 先听听国琴老师 就是您的孩子也是在上小学阶段 那你对于这样的家庭作业的布置方式是不是支持的 就布置作业这个环节 我觉得如果单独或者是唯一主要依赖这个电子化的模式 我觉得真的是很难接受对于家长 因为其实很多家长他不是四点就下班 因为小学放学很早 四点下班到我们家长回去的话 基本上不堵车六点 甚至有的时候堵车倒外的回去就七点了 那这三个小时的时间 如果你纯粹依赖于家长的手机APP 或者是家长那个作业下载玩家给孩子做 等于说这三个小时的时间 孩子不知道干嘛 无所事事 那不然给孩子配个手机 那给孩子配个手机 那万一他去用别的呢 又很担心 又会担心他的眼睛 所以很多我想家长纠结的这一块 他并不是不负责任 而是觉得他在他下班之前的这段时间 他难以控制 因为很多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去接的 那他们又不会用电子化 又不知道作业是什么 那家长一回家 饭也来不及时就赶紧去看作业 那看完作业到睡觉的时间 事实上就三个小时 那这三个小时就很赶 基本上就是跟打仗一样 所以呢 北京这位王女士就觉得这样的做法不妥 因为给她的这种负担就太重了 她得尽量的 孩子一从学校一放学 她就得回去告诉孩子该做什么作业 好 听听陈律师 在这个问题上我也是反对的 因为我认为说 其实这里面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的话 就是在家长这个问题上面 你在网上布置作业 其实就是把家长给捆绑进来了 你小孩子本来要自己做作业的事情 没有大人他完成不了 这就把大人的时间给捆绑进来 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第二个呢 从小孩子的角度来讲 其实他有一个问题 你做作业 他是全部在手机或者是APP上面 才做这个作业 那他会不会对这种网络 形成一种依赖性 还有我天天看 经常看 天天看 这个眼睛的视力会不会受影响 因为像我们自己戴眼睛就知道 其实戴眼睛是有很大困扰的 在有一些场合 所以在这一块上面 我是觉得 这个 而且这手机上 这个布置作业 只能起一种这种 就是平时作为家长来说 都是不太愿意孩子 经常的一直长时间盯着屏幕 各种大大小小的屏幕 这是很明确的 而且我们其实有个担心 就像我们看手机也会上瘾 我们最担心的就 看就是说 看上瘾怎么办 其实他就像毒品一样 你现在很重要的 除了看家庭作业 突然一看着别的东西 慢慢慢慢 对于家庭作业的关注度 会降低可能 听听李老师 作为中学老师 按照短片当中 这位北京的女士 所讲到的这种情况 的留住作业方式 我个人也是非常反对的 因为它需要一个网络 需要网络支持的话 就需要一个智能手机 应该说在学校里面 有的孩子是使用手机的 但是即使使用手机 更多的人使用的是傻瓜机 如果你布置的作业 是通过一个家校平台 以短信的形式 发到孩子的那个手机上 我觉得这还是可以接受的 那么同时呢 我们相信呢 什么样的留作业方式 也不如写在黑板上 或者老师写下来 让孩子记下来 更让学生有可感性 增强他的记忆力 还有呢 影片当中 短片当中也讲了说呢 孩子的作业是在线上完成的 这个是非常非常致命的 小学阶段也好 中学阶段也好 它是义务教育阶段 它是打基础的年龄 如果这个阶段 不让他去接受 书写的能力的训练 那么他的书写能力 什么时候去训练呢 这时候如果还在线上 通过点点点的形式 来完成作业 那么孩子的很多机能 会退化的 我这个是坚决反对的 但是他为什么能够普遍的 在全国各个城市的 这个学校 能够用这种方式来布置 家庭作业 肯定也是有他的一些 有力的一面的 那么他的利弊到底怎么样 我们来通过短片梳理一下 相关的一些观点看法 以前老师留作业 大多是写在黑板上 学生抄作业做作业 一般都是用纸笔完成 然后上交老师批改 如今老师通过微信群 QQ群 手机APP等在线工具 就能完成作业的布置 上交和批改 甚至分数的统计 几乎算得上是一条龙服务 虽然这种做法 有利于提高孩子们的学习兴趣 提高老师的工作效率 也有利于家长 对孩子完成作业情况进行监督 但也有家长担心 在线作业的低龄化趋势 可能使得孩子过早 对网络产生依赖 比如通过网络搜索 现成的答案 再比如 由于必须要有家长监督 和全程帮扶 对孩子的自制力培养不利 此外 孩子还可能会利用 写作业的机会上网玩游戏 而且长时间看电子屏幕 也会对孩子的视力造成损害 好 这个现在已经是网络时代 科技也特别的发达 就像我们平时工作生活当中 我们也是很多事情 就在一把手机上面 可以完全地都应付了 包括信息交流 包括消费购物等等 好 那现在老师也通过手机 包括APP这种方式 来布置作业 他总有他的这个 有利的一方 比如说他从这个 节省老师的时间 提高这种效率来说 是不是也有他的这个长处 应该说孩子如果是在线上 老师把作业通过线上 把布置作业完成 那么孩子呢 也在线上提交作业的话 老师也在线上批改作业 应该说对老师 对学生都是很有利的 因为那他的软件 就会自动生成一个纠错功能 然后下次呢 就会自动生成一个 对针对 专门针对这个孩子作业 产生的错误 而生成的一个习体本 甚至于有些软件 像我们语文老师批改作文 他都可以有个批改软件 我觉得对老师的提高工作效率 是非常便捷的 老师可以在等车的时候 等红绿灯的时候 都可以拿出手机来 我就利用这个空闲时间 不怕堵车啦 堵车的时候 我也可以批改作业了 是吧 开车过程当中 最好是不要 开车是不行 那从学生的角度上来讲 通过网上来布置作业 通过网上来交作业 他对孩子的兴趣 我觉得不简简单单的是 一个完成作业的问题 有些软件会设置一些互动环节 他可能在这软件当中 跟同学协会一种合作 在这过程当中 是他在课堂内 没有说的话 可以通过线下进行去完成 这也是一个 很好的一种交流方式 那家长 像刚才讲到的 很多家长担心 说这霸占了我的时间 那我觉得 如果处理得当的话 通过电话沟通 把这个作业完成 应该是能够完成的 但是还是要说个 但是事件最怕 但是二字 我觉得这里面是 必大于利 必断是非常大的 像我刚才讲到的书写 那么自从有了这个 现象完成作业 布置作业以后 对老师 你可以说是老师偷懒 但是我觉得对老师 从另一个角度上讲 他也是一种督促 逼迫着他去 认真的去布置作业 因为他把所有的老师 更多的我觉得 是对学生的成长独立 没有书写的习惯 甚至没有一个思考的习惯 我的任务 就是完成老师的布置的作业 布置作业完了以后 我就可以完事了 那么家长跟家长的沟通 也仅限于这个电脑 那么我想这个就是B 好 陈老师 其实这一块来讲 因为我是从家长的角度 因为我自己女儿 就是读的是三连级 在这一块上面 我就觉得像比如说 我们要考虑到我们工作的 这个时间的问题 那你像 好 我有这个工作时间 回到家里面 其实虽然说也要对孩子 有一个教育的功能 但是我认为 这种教育功能是 在学校之外的 不应该说这种网上工作 布置给家长以后 本来应该是老师该干的这个活 你让家长去干 来干这个活 而且这种教学工作 本身就应该老师去完成的 你本来可以通过 像我们讲的说 版书这种传统方式 让孩子去实现 而且他不用等到家长回家来 再来做 你版书的部分 你能做的先做 有少部分的 我们说辅助性工作 像一些视频 录音 还有说一些其他的可选项 适当的去接触 没有问题 在这块上 你不能把家长捆绑的太紧 那对于学生来讲 我们要知道 现在其实小学生 他是不允许带手机的 他不能有手机 所以只能家长有 那带了之后 我们家长带了也希望说 他看的时间有限 不要太长的时间 是 咱们现在这个网络化 发展得非常的快 那作为老师 在改进他的教学的 方式方法的时候 用这种方式 是不是也算是一种 创新的教学方式 其实我觉得 更应该理解为 是一种互动的方式 也就是说 这种电子化的方式 是更多的是 便于家长去监督孩子的 也就是说像 比如说我们学校 它有一个 就是孩子读的学校 有一个专门的作业网 每天都会把孩子上课的 内容是什么 今天的任务是什么 以及家长需要 配合的是什么 还有对一些表扬 和提醒的事项 一次性的 全部公布在网上 那对于家长来说 你是一目了然的 对于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们会对孩子 在学校学了 哪些东西 是很清楚的 但是从另外一个 角度来讲的话 我孩子经常会 回来第一件事情 问妈妈 我的作业是什么 然后她一直在问 我做完这个作业 我另外一个作业是什么 然后我就 回来家以后 就一直反复不断地 去刷那个作业网 然后一项一项对 然后看这项 做完了没有 再做另外一项 然后到晚上睡觉之前 再翻一遍 看确保每一项作业 有没有都做完 其实我的时间 全被碎片化了 那孩子他在学校 这个科堂 留作业的时候 他是不是就是说 他就没有一个 去看黑板 抄作业的 这么一个过程呢 因为他学校老师 其实也是有口述的 但是孩子 他可能就没有记权 或者是记得不多 只会记住一两项 最后还是要依赖 在这课线上面的 这种作业图 最不好的是 他知道你有这个作业网 他就不记了 他就说 妈妈你的作业 告诉我作业是什么 然后我就说 这样的好 我成了 我是最低责任人了 就是说 我成了做作业的人 我必须要告诉 你的作业是什么 他就反而没有 这种意识了 所以家长容易 被绑到这个 作业上面 我们来看看 互动平台上 观众朋友 针对我们今天的 这个家庭作业 在线化是怎么看的 齐飞他就说 他支持这样做 他说这样家长 也能够看到 就不会被孩子骗了 也就是家长 能够掌握学校 每次给孩子 布置的作业 是什么内容 信愿行 他说本来手机电脑 就像老虎 躲都躲不及 现在什么都弄到网上 不是在诱惑孩子吗 也就是在线化的 这种家庭作业 对于孩子来说 可能他认为 可能娱乐性大于 这种学习任务的完成 还有赵敏 他说他不支持 他说我觉得呀 还是要有学生 动手写作业 老师动笔 批改作业 师生互动 形成良好的学习氛围 欢迎大家继续 在互动平台发表 您的看法 您将有机会获得 有门窗木墙五级专家 金刚狼有限公司 提供的奖品一份 这个有人认为 就是在线来 给孩子留家庭作业 这样的话呢 就是学生和老师 好像劳动强度会减低一点 因为老师也不用抄黑板 学生也不用再抄到 自己的本子上了 回去看看自己的电脑 看看自己的手机就好了 但是家长无形当中呢 会绑得比较紧一些 而且这种感觉 刚才国庆也提到了 也就是孩子老要问你 家庭作业是什么 你也得开手机给他看 过一会儿呢 可能这个评 被更多的信息给覆盖了 你得还去找 是不是 这样的话 家长好像 这方面的负担就变得很重 不知道这个陈律师 这个我们其实是 自己本身深有体会 因为确实是这样 像我们在 看老师在布置作业 他有时候会是这样 就是除了版书以外 他在群里面 像有时候是 还有微信群 还有QQ群 他发的时候 不一定说就在微信群 或者QQ群 你两个都得看 这是第一个问题 是不一样的内容吗 还是一样的内容 一样的内容 但是他不一定两个都发 首先就是 你就得两个都看 这是第一 第二呢 里面的家长 我讲 有时候一个群 九十几个家长 父母都在里面 一个人说一句话 一个人问一句 那你要看一个作业 你要不断地刷屏 那这边刷那边刷 所以对家长来说 首先就是一个很大的困扰 就是要崛起这个信息 就是一个很大的困扰 不让孩子去更多的看屏 结果家长要不断地去刷屏 对 而且一天至少要看两次 当然还要分上午 还要分下午 所以这种困扰 就是家长的体会是最深刻的 林老师 我觉得陈律师讲的这个问题 我觉得是 不好意思地讲 是这位老师的管理 这个群的能力有限 你既然有两个 一个是QQ群 一个是微信群 那么就以取最大值 哪个群的你家的家长人数最多 那么就在那个群里布置作业就好了 取最大值 就那个相当于谈工作的群 谈工作的群 然后第二个呢 如果家长有问题 私聊不允许在这里面 公开场合去问 这就好了 你这个 而且你规定了这个时间段 只能老师发言 其他家长一律不许发言 我觉得这个是管理的问题 这个问题 这个不是管理的问题 就像老师他的理解也很简单 我发在 因为有的人爱看QQ 有的人爱看微信 你不能确保说他看哪一个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家长在发言的时候 他是针对问题在发言 他还不是私人的问题 那因为他 你这个又 就对你前面布置的作业有疑问 对 如果你有疑问的话 老师认为真的是一个问题 他会在QQ群 或者微信群里面 进行解决的 但是这里面 我们要强调一个 是在线上留作业 如果是比方说 老师交了六个班 六个班当中 他要每个班布置 布置六次作业 如果在线上 他有一道个群的话 只布置一次作业 从布置作业这个角度 的确是减轻了 老师的工作量 这个是的的确确的 然而你要知道 在正常教学当中 教六个班的老师 他毕竟是少的 大多数老师是教两个班 你真正的就是通过 一个布置作业 就减轻了老师的工作量 我觉得这是 简直是九牛一毛吧 但是他用这种方式 布置作业 实际上对于家长来说 无形基本上普遍的 都增加了一个家长的 一个实际上的负担 我举个例子吧 就比如说现在小学 基本上的学校 都是一个星期 只有两节英语课 那其实对于这种 需要反复说 反复练的学生来说 是完全不够的 所以我们就是孩子的学校 他就会给我们一个软件 APP的软件 叫一起做作业 这个软件真的是非常好 因为就是孩子而言 他很喜欢去学 因为你一说 他说你真棒 你不错哦 然后孩子就很有动力 而他也有一个 是一个有互动功能的 这样一个APP 这个就其实是 减轻家长的负担 因为不需要你 一遍一遍跟 他说一句 你说一句 他还会给你进行评价 所以我觉得这个软件 是很好的 就是有经过筛选的 但是又有一个 让家长很担忧的是什么呢 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平台 它不仅有一起做作业 还有可以去玩其他的游戏 比如说他说我每天 第一件事情 不是一起做作业 我要去点那个成长值 我要刷一下 全校孩子的排名是怎么样 因为他有后生心 所以结果一半的时间 去玩这个了 然后另外一半时间 他就做作业 所以我就觉得 在从这个角度而言 孩子可能有一部分时间 又浪费了 另外一个就是 像短片当中的家长说 如果他在我们家长的手机当中 那个屏幕是非常小的 对孩子眼睛很不好 所以为了让孩子的眼睛 不受到太大的伤害 我只能再专门买个iPad mini 把他所有的这个APP 让他自己在这个电脑上下 我的手机就不会被他捆绑了 因为我有一些信息 不想让他看到 或者是怕他打得了电话 所以不管怎么样 这些都让家长呢 会多费一些精力和心思进去 现场先休息一下 待会儿来继续关注 家庭作业在线化 您是不是支持 QQ微信APP 家庭作业在线一条龙 学生省事 老师省心 谁人最操心 网上留作业写作业 是不是网络时代的与时俱进 会不会给孩子造成网络依赖 学校教育 该如何用好 在线工具这把双刃剑 TV2欢迎亮剑 家庭作业在线化 你支持吗 好 继续来关注 家庭作业在线化 这样的一个话题 您对此是不是支持呢 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互动平台 来发表您的看法 您将有机会获得 门窗幕墙五金专家 金刚狼有限公司提供的奖品一份 好 这个说一千到一万 毕竟我们进入到 这个网络时代 教学呢 它的这个方式 是不是也可以说 与时俱进一些 包括用在线的方式 就是怎么个用法 就是我们既要把 把这个方式呢 用到 而且能够帮助我们 有效地去进行教学工作 那同时呢 又不要让孩子 特别地依赖 在线的这样一种的 做作业的方式 那怎么来进行 这么一个合理的一个调配 布置作业 我还是要坚持 就是在课堂上 老师要么口头复述一下 布置有哪些作业 让学生呢 专心地去听 还有一个就是放学前 要么就是班主任 要么就是学习委员 把当天的作业 写在黑板上 我印象当中 我当班主任的时候 我就把这个任务 交给学习委员 结果呢 学习委员在布置作业的时候 有一条作业呢 他没有布置 然后就全班那项作业 没完成 结果我第二天问的时候 他们说呢 他没 丽萍 他 所以我更希望呢 就是学生能够养成一个 自我管理 自我认真学习的 一个好的习惯 第二个呢 当我们布置在线上 作业的时候 发给家长的时候 一定要明白 老师的目的 并不是说要捆绑家长 而是希望能够家长 在百忙之中 能够抽出更多的时间来 能够去关注到 孩子的作业质量 应该说 对于很多学生来说 特别是成长期的孩子 他的智力水平 应该是差别 不是很大的 但是呢 他的学习习惯 差别很大 如果家长能够 多以指导 或者是监督 或者是辅导 那么他的在某些方面上 就会取得一些进步 像数学题的第一问 他可能会 第二问 他可能就遇到麻烦了 他就放弃了 如果家长在这时候 能够给他一些鼓励 给他一些监督 他可能呢 就把他到题上 做得出来 慢慢地就会养成 一种的自我钻研的习惯 所以我想呢 在这个时候呢 既要学校 能够认认真真地 从学生的角度 和家长实际的情况角度 去布置作业 家长也能够理解 学校的做法 去认真一个 作为一个家长的职责 当然就像刚才 陈律师讲到的 一些朗读的作业 一些视频的作业 他只能够在 依视频这样一个 特殊的一种方式 是可以通过 比如说课件 或者APP的方式 来表现的 再听听陈律师的观点 所以在这块上来讲 我们觉得 真的是应该要区分情况 但是我觉得 首先来讲 在网络时代 这些网上的信息 是还是必须的 它是有一个 但是要用它的 辅助性的功能 传统的这种版书的功能 还是不能够放弃 像刚才我们讲到的 就是有讲到 是可以把这个任务 交给学生 去书学说 我们该完成哪些作业 然后来传递 这个其实跟家长 传递给家长 还是有不同的 家长有家长自己忙的 但是对于孩子来讲 它是一种锻炼 就是还是要求孩子 就是学生 是在课堂上 就把要完成家长 直接确定下来 确定下来 回来家长 他只是说 收到这样的一个信息之后 可以督促孩子而已 而不是孩子回来 一直要等家长下班 等家长开手机 我才知道是什么作业 而且事实上 我认为说 其实家长的这种监督功能 我认为说 其实很多是家长自身的 一种好奇心 并不是真正的一种监督 有的家长有时间 有的家长是没有那么多时间 去陪着孩子做作业的 我们再来看互动平台上 观众朋友发表的意见 好 你看这个红帮主就说 作业做一半 跳出个帮做作业的广告来 所以他觉得好笑 就是有这样的APP 可能有绑着广告进去的 归去莱希他说 作为老师 我也不支持 孩子没有自制力 一上网 可能就沉溺其中 印发提纲 三言两语 布置作业 有什么难的 这也是一个老师的观点 好 问问这个国琴老师 你觉得啊 就是在线留作业的话 怎么来把握一个度 孩子不至于太依赖在线 和依赖于家长 其实我就觉得 这也就是说 就布置作业这个环节 其实最纠结就是一年级 因为我家孩子 现在上二年级 他回来已经基本上 都知道自己的作业是什么了 所以就一年级 这个过渡期 我觉得我们的学校 跟我们的家长 都应该互相理解一下 其实我们理解学校 它也很难 也要管理这么多学生 但其实它是可以 做很多工作的 比如说 从你的网络建设而言 因为我们那个学校 它是有专门的一个作业网 就是说很单纯 这个网络是指示你查作业的 所以说家长 如果想看作业 进去网络就可以看作业 那我们的QQ群呢 只是说老师通知一些 作业以外的 其他的重要的事情 而且老师都很聪明 只说个免回复 不要刷屏 所以我们的QQ群上 不会乱七八糟的东西 然后我们的微信群 就是说 是我们的家长闲聊的群 或者是有什么问题 互相讨论的群 我是觉得这样的角度来说 大家其实会比较清楚一点 就关键是 就是不要说 把所有的家长都绑起来 就是你家长不给孩子 交代作业 孩子就没办法做作业 是 其实在这块上面 我是觉得应该 发挥学生的作用 因为在这个桥梁当中 既有家长又有老师 其实老师完全可以 把学生的作用发挥起来 很多事情交给学生做 而不是交给老师 交给学生做 反而能够锻炼到学生 他不仅很多 可以独立的去思考 独立的去记录 还要独立的去传导 甚至他能够起到 这种组织的能力 领导心他的学生 还能成为 这个重心就不一样了 就不是要提的家长 一定就是说 你得去交给孩子 告诉他 怎么可以他敢做 而且所以不用考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